外科治病 麻醉保命 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 本来就是背靠背作战的同袍 在手术室里 给他托底 有谁比你更合适 喂 六方 你找我 你小子找我 肯定没什么好事 一鸣 来来来 陈医院长 找我什么事啊 陈医院长 找我什么事啊 看你最近忙 给你家餐补一补 你要是 把食堂的小丑拿来 你说这话我还信啊 但是这可是院门口的 葱烧海参 肯定有事 说吧 什么事 你要是个女的 我一定娶你 心脏中新兴来的唐主任 就是你那前女友 你不认识啊 全院人都知道了 怎么了 你看这个 她手下四个男医生 齐刷刷写了 转组报告 都不要跟她一个组 这心脏外科啊 最看重的就是团队合作 他们就是要扶底抽薪 现在她在心外啊 就是个光杆司令 我想她在手术室里 至少有一个 靠得住的盟友 我呀 刘峰 你也知道 我这人啊 我不愿意 唱个院里 乱七八糟的事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雪中送炭 外科治病 麻醉保命 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 本来就是背靠背作战的同袍 在手术室里 给她托底 有谁比你更合适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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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 大概是十年前 当时在科梅德医疗中心 见她第一面 那时候她还是个住院总 但医院里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她了 第一次见到 这么光芒四射的一个女孩子 在手术台上 她一下就把我给征服了 后来我回国了 冷静地想了一下 她天赋比我高 而且一心扑在手术上 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当老婆 但是这些年呢 我一直在关注她在国外的发展 看到她一步一步成为 克梅德中心的外科明星 这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而且我相信 安和心脏中心想更上一层楼 她必不可守 所以啊 为了医院的发展 你帮帮她 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 不还是为了这事吗 你看啊 你的故事呢 我也听完了 这饭呢 我也没动 我呀 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神外那边 我就先走了 我说了 三年前你爸的事 你可是牵着我一个大人情吗 你可想好了 你确定要打这张牌 我不是没有别的牌可打了吗 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麻醉医生 我不能为力啊 假谦虚 在安和有人不喜欢我刘峰 但绝对没有人不喜欢你叶一鸣 这样 你先别着急拒绝 先再想一想 行不行 只是想想 不是答应啊 你最好了 我选择的是 戴福特加全主治患 病人骆欣然 虽然主动外伴有病变 但没有到了非患不可的程度 如果患办 他将终身服用抗瘤药 对病人将来的生活 有一定的影响 戴福特指的是 医生手动修复病人 自身的主动外伴 把他修复回 原本完好的形态 换办跟修办的区别 怎么说呢 就好比你给一个人 一把螺丝刀 他可以把旧的门 换成新的门 但是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 才能把一扇旧门 修得像新门一样 然后再一次性 换掉整个主动脉 因为没有必要分两次手术 病人年轻体贱 完全可以耐受 全主动脉致患术 而且一次手术 更适合他 最重要的是 可以节省手术费 我已经把房子卖了 只要问救我闺女 这也不是问题 介于病人近一年内 她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 近两天左右手 无法举到同等高度 双手用力不禁等症状 我认为 他需要尽快手术 全主之患 是心外最难做的手术 国内能做这样手术的 医生也屈指可数 唐医生 为病人考虑 多调量几天 没什么不好 再说了 病人没有胸疼症状 干嘛着急做手术啊 主动脉夹层 是个不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破裂 一旦破裂 病人会有生命危险 宋主任 没人有百分百把握 他不会破吧 百分百把握没有 不过我 我愿意做全主动脉之换 欣然 妈 我要唐医生做主刀 咱 咱们再上来上来 好不 咱们再听 唐医生都说了 现在不尽快做手术 夹层破裂 有生命危险 我不想像爸爸一样 那 就这么定了 刘院长 我建议 将这台做公开手术 让大家好好跟唐主任 学一学习 有问题吗 可以啊 可以做公开手术 没有问题 护士长 带病人做术前准备吧 好 新人 是 唐主任 叶主任 有什么问题吗 家属对病人的情况很担心 您能不能 稍微地跟他们详细地讲一下 这个手术得十几个小时呢 他们在外头实在太煎熬了 如果让他完全理解这台手术 需要读八年的医学院 和做十年以上的心外科大夫 所以 我有必要费着口舌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替病人家属考虑 但是我不是那种说话亲切 坐视面面俱到的医生 我是另外一种 我是另外一种 让病人活下去的那一种 让病人活下去的那一种 在手术台上 最大程度地展示我的专业性 救病人的命 才是对他们负责 其他的 我没有心情顾忌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去准备手术 你去看不能囡团 我尝试 如果我尊试 你会员 你会有问题けれど 那什么事 你会把病人活着 你会有问题 你会有问题 你会有問題 你会有问题 3-0-1-0-1-0-0-2-0-1-0-0-1-0. 病人情况怎么样 紧急外努长 面色发黑 血压掉的很快 夹通破了 紧急建立体外循环 巡回 即时 给甘肃 股东脉插管 皮刀 必须在五分钟之内 建立体外循环 否则病人的脑部会出现 不可逆转的损伤 大出血 吸引器 回收血液 两分四十秒 找到出血点了 清理他 三分五十秒 开体外循环 转机 铁外循环建立完毕 四分十秒 四分十秒 四分多钟 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 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 嗯 开始手术吧 麻醉 今天一定要注意病人的脑保护 注意疏后病发症 明白 嗯 组织签 丁吧 给我二十六四分之血管 来 来 缝合 拿嘴 看一下超声 反流量1.8 1.8 没问题 这么小的反流量可以正常生活 算是很理想的结果 这么高一个 只能打排球 可是现在 跑步都跑不了了 有反流就不能跑步了 唐主任 你说什么 已经不能打球了 必须把跑步保住 我要二次修班 尽量减少反流 不 刚才修班的时候 他病变的情况比数前CT上显示的要大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下针的地方了 再说了 病人现在没有办法再耐受体外循环了 对啊 这么大的手术 这个效果就不错了 咱 咱别经意求经了 行不行 是 我赞同老秦的说法 你们别说话 主刀医生在想办法呢 心脏不停跳 我试着 从主动脉外面修复它的形态 怎么说 主动脉内枪是圆的 同样周潮 圆的面积最大 只要从外面补针 把内枪从圆改成飞圆 减少内枪面积 主动外半就有合拢的可能 双刀针 四个零的线 550ubers 前温 小 570 现在呢 几乎严死合缝 零点二反应 我跟病人单独待一会儿 手术很成功 但是术后恢复 有几大难关 关关难过 如果没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很可能闯不过去 那我这么漂亮的手术就白做了 所以我来 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八岁那年 我爸爸死于心脏病 他死的时候 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没有一个人 可以走得很体面 后来我做了医生 救了一个又一个人 也有很多人 死在了我的手术台上 但是没有一个人 是毫无价值的废物 无论是没仇的 聪明的还是笨的 有钱的还是穷的 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人 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你就是你妈妈独一无二的女儿 你的生命 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骆欣然 我要告诉你 每个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 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都不应该轻易放弃 明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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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